小月 小月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月 刚刚前买肉的时候看到这个里脂好艳碗 你看 有达 有甜 还便宜 吃两口里脂在前还有肉 今天准备煮个水煮花肉哈 因为前段时间好多我也是说 想尝一下花肉那么多的 那个水煮花肉属于花肉的 便宜心来传伟吧 我再吃两口刀 先把这个肉嘎嘎给它洗干净 洗好的肉嘎嘎给它切成大大的薄片 切好的肉片我们来给它抹一下 加上一点盐巴 加上一点胡椒粉 来一点生抽酱油 再加上一点料酒 再加上一个鸡蛋让它更加的嫩 用洗干净的手给它反复的搅均匀 你看把这个肉浇得一点黏黏的 然后我们来浇浅粉了 浅粉可以稍微多一点 然后加上一点清水 把浅粉给它清湿 不要加的太多了 浅粉一定要用烘烧浅粉 煮出来的味道才好 而且提前把它搅拌一下浅粉 最重要是放置里头结脱脱 到时候煮的时候加深 你们看把浅粉浇成那种 可以捏成脱脱的样子就可以了 这个浅粉真的太好耍了 你看 火龙它它就像液体一样的流动 这个叫啥呀 今天是刚刚跟我讲了 我搞忘了 流动流梯 还是今天是有文化人 然后把这个肉倒进来 把它们搅拌均匀 我们家一直都是习惯用温水 来泡发浅粉和肉 但是好像在成都那边 他们习惯用开水 把这个浅粉先给它烫酥 然后再来和肉 我还没试过耶 下次我来试一下 哎呀 这个浅粉抓肉好难抓哦 一定要多给它抓一下 让它们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让每个肉片都厚厚的 裹上一层浅粉 烧一个开水 准备来穿这个滑肉 这个水一定要煮多一点哈 烧水的时候我洗了一点自己 喜欢吃一些蔬菜 我今天准备了豆芽 然后绿叶子菜 还有这个香菇 你看这个香菇好可爱哦 当的像小花菇一样 全是爆裂纹 我把这个香菇先给它盖一下刀 锅里头的水开了 然后把这个火给它关小点 让它保持一个要开不开的状态 然后把我们的花肉一块块的放进去 这个时候如果是用油来炸的话 就是另外一道菜了 酥肉了 先不要切焦它哈 不然的话就会昏烫了 焖煮个十分钟的样子 这个花肉基本上酥了 把它们捞出来 锅头加上一点油 油热了 倒进葱姜蒜炒香 然后加入一点青花椒给它炸香 加入两勺豆瓣酱 加入一勺海椒面 把它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之后 加上半块火锅底料 把它们炒香炒滑了之后加入水 这个时候给它调一下味 加上一点盐巴 生抽老抽来一点 加上两颗甜蜜蜜的冰糖调味 再加上一点鸡精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哈 等它熬过十几分钟 然后把这个佐料的味道 全部熬到糖里头去了 然后把这些鸟炸 搭出来不要了 把所有的蔬菜 给它倒进去煮熟 蔬菜煮好了 把它捞出来放到盆头大地 然后把我们的花肉倒进来 煮个三四分钟 让这个花肉充分的吸收汤汁的味道 然后加入小葱段 可以出锅了 加上一点干海椒段 加一点花椒 加一点花椒 好香啊 哦哦哦哦哦 又冷出来了 花溜溜的 像葱董一般均匀的肉 看到没有 好烤的 好烤 好烤 这个真的是花肉 和水煮肉片的完美结合 小心快点尝一下 这道菜你值得拥有 嗯 好 哎呦 滑溜溜 不好夹 完美 配合到这台的小菜 安逸到生天 好烤 哦哦 你看 大黄的汤汤 超好吃的 什么呀 好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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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 这个蛋下汤才好吃 高水又不好吃啊 一下蛋下汤才好吃 这个鞋子 居然是瘦肉 又没的肉 小黄在泡沫 你在外头参观 吃到那么大一头花肉的话 肯定全是免分 哈哈哈 很好吃哦 我开一次全 嘎嘎 好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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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肉吃糯了一点了 终于吃了底下的一些蔬菜 青菜啊 那些蔬菜了 哇这些蔬菜 好有烟味啊 你菜吃了牛奶 嗯 这个小黄好乖哦 在这边一直没出生 来小黄 这个酥子 吃到最后要吃完的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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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前两天干就 蚊子突然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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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太满足了 整体这个 水煮系列 真是太符合我力推味了 哈哈哈哈 今天视频到了下了 煮你一个哈维克 拜拜